在非洲,这明明是两轮的摩托车 但是经过非洲佬的改造,让它开出了小客车的感觉 甚至比七座面包车还要做多一个人 这简直就是摩托车中的天花板啊 你说这车要是没个避震,谁开得了啊 就这样的家常版的摩托车,开出去拉客,去跑一趟拉的这个人数 把别人一家老小都给带上了,整整齐齐的,那肯定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呀 比你那普通摩托车要拉好几次可挣得多了 这可是妥妥的挣钱工具啊,你说非洲人傻,其实人家也不笨啊 所以这样的改装车在非洲的当地,已经成为神车了 非常深得大家的喜爱,因为它既解决了人民出行拥挤的问题 又可以作为日常的拉货运输工具 你看不管是拉香蕉,或者拉日常的货物 甚至货物和人都一起拉走了 这都省事啊,在什么样的路上走,都是游刃有余呢 摩托车肯定是经过精良的改装的 摩托车的各个功能该有的都有 尤其是后轮的减震很先进 最少加装了好几根,这样的大大的起到了一个支撑和载重的复核能力 不管拉货还是空车 整体的摩托车的驾驶感觉,跟普通的摩托车基本都是一样的 估计很多网友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突然觉得自己的武林面包车都不香了 最后,让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这辆摩托车最多能坐视的人 大家记得数清楚哦